1980年12月26日 西班牙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在香港举行 比赛结束后 日本队0比1不敌中国队 痛失世界杯资格 消息传回日本 整个足球圈陷入低潮 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作日本足球的冬天 就在同一年 一个名叫高桥杨一的新人漫画家 把他的处女作寄给了少年杖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漫画竟然成为了日本足球的转折点 和大多数日本男孩一样 高桥杨一从小就喜欢棒球 高中毕业后 他决定成为漫画家 专攻体育题材 当时的棒球漫画多如牛毛 想要脱颖而出 只能另辟蹊径 高桥杨一的目光 转向两年前他所看过的阿根廷世界杯 诞生了短篇漫画 Captain Tsipasa 我们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足球小将或者天使之翼 极英社的编辑也对这部新奇的作品充满兴趣 虽然这个画家总是掌握不好人物的头身比例 但内容颇有可取之处 将其选为当月的优秀作品 一年后 同名长篇漫画开始连载 短篇里的《易太郎》 被拆分成了《大空翼》和《假太郎》 两年后 动画版更是掀起全日本的青少年足球热潮 中小学的足球社团挤满了人 店里的足球被一抢而空 足球场上到处都能看到模仿大空翼社门的小学生 你不摆个五秒钟的pose 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人们都说ACG联动最晚的总是游戏 1988年 红白机上的同名游戏扇闪来迟 此时动画片已经完结快两年了 获得这个大IP的 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公司 Techmo 这一年 Techmo只出了两款游戏 但绝对都能在红白机历史上留名的佳作 除了《天使之意》 另一款是曾经说过的《忍者龙剑传》 这两款游戏不仅有着相同的开发者 还有着一个共同特点 超越同时代游戏的华丽演出 因为FC的机能有限 其他厂商总是想在玩法上搞点新花样 对于表演效果 则是换着法子绕过去 唯独Techmo对此情有独钟 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特苦魔剧场》 在红白机的游戏里 加入大量高素质的动画过场 《天使之意》正是 《特苦魔剧场》系列的第一作 游戏的终极目标是还原动画 这句话听上去理所应当 可是要实现起来 却困难重重 《太空偶》虽然找来了曾经在Ganix工作的加藤证人 但如何用代码算出动画 却成了难题 这个重任落在了资深程序员 贺田道孝身上 为了方便美术和策划更好的调整画面和游戏内容 贺田道孝做了三件微小的事情 第一 贺田写了一套名为动画分镜系统的开发工具 美术只要调整动画的位置和帧数 就能表现出漫画人物在赛场上飞奔的英姿 游戏中皮球飞行的轨迹其实是计算出来的 为了做到准确还原大空翼的曲线射门 他还对绕着动画调整了好多次算法 第二 贺田又做了一套数值调整系统 方便策划调整游戏难度 现在看来这只是拖拖表格就能完成的事情 但别忘了当时可是1987年 第三 贺田道孝提出 不妨加入一些角度倾斜的画面 这样看上去更有魄力更紧张 更还原原作 这一改 竟然成为了系列特色 当年天使之夜让人震惊的 不光是演出效果 更是与众不同的游戏玩法 谁也没有想到体育游戏 竟然可以用RPG的方式打开 传球 过人 射门 乃至漫画里招牌的必杀技 竟然都是用指令完成的 角色和RPG一样有等级 有经验 甚至还有 蓝条 游戏里每个角色都有类似MP的数值 只要做动作就会扣除 使用必杀技更是消耗巨大 像三山唇这样的病秧子 一到下半场就彻底拉了 而且这个数值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 叫Guts 也就是勇气值 原来项目组总绝着MP 这个RPG里的名词 放在体育游戏里感觉怪怪的 正好公司里有一位程序员 老喊一句口头禅 打游戏一失手就喜欢喊 啊 Guts不够了 于是 有人提议 不如就叫Guts吧 众人的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 那名同事打游戏的模样 大家会心一笑 就这么一块的决定了 这位程序员得知后 勃然大怒 最后也只能乖乖接受的结果 游戏里每当角色的勇气值用完时 游戏原创的播报员就会高喊 啊 Guts不够了 这句口头禅竟然成了系列的宣传口号 一直延续到五代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啊 游戏里日本片和世界片的解说 其实是两个人 一个叫高桥 一个叫朱李 恶搞的是漫画作者高桥杨一和 大公益的配音 日比野朱李 后来两个人就 结婚了 再后来又 离婚了 天使之意上市后 冲着动漫IP买回游戏的玩家发现 这钱花的太值了 游戏不仅好玩 还神还原动画 尤其是必杀季演出 吊打当时所有的足球游戏 连一些小细节也通通拉满 比如进行到日本中学足球大赛的决赛时 如果打完加时还是平局的话 就会出现漫画中南葛和东邦并列冠军的特殊画面 很快玩家又发现 TECMO在满足玩家的同时 还加了点私货 游戏当中有一段找贾太郎的AVG段落 可以从法国球员皮埃尔口中 得到一串电话号码 据他说是虽然热线 但实际上 这就是TECMO的客服电话 尽管来得晚 但出色的游戏质量 还是让天使之意名利双收 两年后 TECMO推出了更加优秀的续作 天使之意2 这款作品在国内的影响更大 很多人和社长一样 反反复复的 恨不得琢磨出各种阴招损招搞死对手 贺天笑道把他的特殊魔剧场工具 又一次进行了升级 游戏里出现了更多大破例的镜头 原本只能向一边倾斜的赛场 有了更多的镜头角度 更让玩家大呼过瘾的 是游戏里加入了正在连载的 足球小将试青片内容 游戏开始尝试用多角度叙事 从巴西到日本 再从亚洲区域选赛到世青赛 球员更多了 必杀技也更多了 流程充实的让人感动 游戏里甚至还能预见 没有在漫画中登场的超强选手 巴西神之子卡洛斯桑卡纳 这个最早出现在剧场版里的超强对手 从游戏一开始就让人感受到了 来自足球王国的压力 因为漫画尚在连载 从这一作开始 天使之翼走上了原创剧情的道路 和原作渐行渐远 当时更多奇奇怪怪的私货 也被带了进去 如输入密码背吉塔 就能直接跳到对阵伊朗的比赛 1992年 TECMO突然想起天使之翼还没出过海 于是不远千里把这个RPG玩法的足球游戏 送到了喜欢动作游戏和橄榄球的美国人手里 只不过TECMO并没有足球小将的海外手拳 只能将游戏改头换面 成了同样在国内流传甚广的美版天使之翼 TECMO Cup Soccer Game 说到日本游戏的美版 熟悉红白基因合一的观众 一定会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把大空翼换成罗宾菲尔德 再换成金发碧眼的模样 那只是一个常规操作 另一个人气角色时期被改得哭笑不得 这发型领先贝克汉姆足足十年 而原本一个个貌美如花的主角太太团 到了美国就突然成熟了二十岁 当然改动最大的 还要属天使之翼里招牌式的必杀技了 空手道守门员弱道金剑的独特守门方法 三脚弹跳到了美版里 成了狼牙疯疯拳 原作中眉青木秀的双胞胎利花兄弟 到了美版里 仿佛是吃了十年的金拱门 为什么美版的丽花兄弟变得粗壮诚实了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原作中丽花兄弟的绝技高空飓风 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登上半空 在高空完成射门动作 可到了美版里 直接改成了把人给扔 扔出去 还来了个团身前空翻七百二 少侠果然好比例 这还不算惊人 到了世界片的时候 丽花兄弟和后卫刺腾羊 会吸得高空飓风的进阶板 刺腾把兄弟俩一起登上高空 同时射门 那么到了美版里 不用说大概你应该也学会抢达了 这臂力已经不是地表最强的中学生 简直是泰坦BT7274 好在TECMO及时收手 之后便不再制作奇葩的美国特供版 中国玩家熟悉的天使之意系列 才搞一段落 几十年来 无论是动漫足球小将 还是游戏天使之意 都深深的影响了全世界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其中既包括了日本和中国的小读者 也包括皮耶罗 伊尼斯塔这样的大球星 1981年漫画开始连载时 日本足协调查的小学球员 大概有11万人 等到了1988年游戏上市时 人数已经增长到了24万 1998年 日本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队里的球员 正是伴随着足球小将长大的小读者 在当年简体版漫画的风底 出版社编辑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际语 足球小将那些充满英雄主义 和有爱精神的少年足球队员们 引起了日本小读者们的模仿热 今天 当我们正在为中国足球怎样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而苦恼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从他们的成长中 得到点什么启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